動物呢 永遠是我們童真夢幻的主角 那這一組花板呢 它就像彩繪畫板一樣 是森林的理想國 構圖非常的豐富 傳神 那這個系列 我們有這樣子長的背心 還有等一下會展示的一個帶帽的洋裝 那與橄欖綠的蜂衣布做拼接 穿出了這種同心為您的一種時髦的趣味感 那童真夢幻的系列我建議 不要做主畫面 只能做左邊或者右邊的這種輔助畫面 那最好展示的時候是同一個系列 因為它的花板是具有故事性的 而且花板很豐富了 像這樣的系列就不適合跟 這個摩登東方這種系列搭在一起 因為它們各自的花板都非常具有特色 它最好跟樹面的布料做一個展示 洋裝 那兼具了休閒時尚感 那舒適自然的線條跟銅趣時髦的花板 也散發出一種很放鬆很自在 那一種真實的童真的魅力 那像同樣的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我們最好是把這個花板兩件是同質在一起展示 它會比較具有故事性 那當然如果其中一件 你們賣掉了 那沒有商品可以去穿搭的時候呢 我是建議這一件它旁邊可以穿那件白襯衫 有一個橘黃 鏤空條 雞皮背心 黑色 短褲的那一套衣服 它的顏色跟它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風衣外套 它其實是摩登東方系列裡面 你看我們大家袖子上的貼花 門巾上的貼花 都是這個摩登東方的系列裡面 所以它可以跟它們是站在一起的 那大朵的牡丹富貴花朵 加上精緻的珠袖 衝撞的這種條紋多元的元素 再搭配了這個留書庫 穿出了一種超越時尚的經典摩登的這種休閒風格 那像這樣的系列 它會是一個很漂亮的系列 好 謝謝 好 請回頭出來 那這一件呢是12針 50%的羊毛 我們用Intasha的織法來編織 那翩翩飛舞的蝴蝶 加上了Lulax的織造的紗線 然後再加上了手工的毛線 增加了這種立體的手工感 那我們用深灰色跟英國綠做一個結合 再加上今年這樣子的衝撞色的螢光球鞋 它可以穿出非常漂亮裝飾藝術的休閒感 那摩特爾可以把毛衣拉出來嗎 我們看一下它的長度 它是這樣的一個鞋型的長度 這就是我剛剛講可以把領帶當作頸帶 這樣的搭法 這個系列的主角 那我最喜歡的動物就是貓頭鷹 長頸鹿 大象 每一季都會出現在童真夢幻中 那這個我們是用 這是雞皮啊 我們用明亮的藍色的雞皮 貼上了大象的貼布袖做裝飾的重點 那搭配了這一件有點鏤空格紋的長裙 這樣子的穿搭方式是比較衝撞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駕馭 所以你們在搭配的時候可以分開來穿的 它可以搭配我剛剛講的最安全的搭配方式 就是我們有黑色的喇叭褲 那這個裙子上面有好多不同的搭配方式 都可以搭配 可以分開來搭配 印花的籌的布料 它這件這個布料也是來自法國 所以它的像彩繪畫作一般的圖案 那讓我想到小時候我有去看過馬戲團 馬上知道我的真實年紀 不曉得在場有沒有人看過馬戲團 很有意思的很奇幻的 那這件洋裝仔細看 它是有不同的材質的拼接 它有拼接了這個牛仔布 那這個牛仔布 它是那個TENCEL 比較細的帶點絲光的牛仔布 也拼接了那個鏤空的網 在那個臨口的地方 所以它是不同材質的拼接 所以同時兼具了時尚感 還有可愛的童趣的摩登感 這件很可愛 也可以搭配剛剛那件藍色雞皮的外套 它可以是一套的穿法 像這件我們也有做Legging 這一件呢 我稱它是這個搖滾巨星的一個夾克 它在臨口 在這個下擺這地方 織了Bling Bling的這種條紋 的羅紋 那也剪接了這樣鏤空的這種布料 那是一個很好穿搭的休閒的上衣 那這件網狀的裙子呢 也非常好看 那這兩件搭在一起很高調 但它可以各自分開 像我講的 你們在展示面上可以這樣穿搭 可是要看客人介紹 千萬不要讓客人嚇到 那這個上衣呢 它下面可以穿搭我們那件 有那個鑽石流書的這個牛仔褲 那也可以像這件網狀的這件裙子呢 我們就可以穿剛剛那件 有點點寬的那件灰色蝴蝶的那件 針織上衣 那這件就是帶一點日本風格的罩袍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這條壓折的它是一個寬的裙褲 這件我個人非常喜歡 我覺得它穿出一個非常特別的 這個感性夢想家的這種氛圍 那我雖然外表看起來嚴肅 其實內心是感性夢想家 非常溫柔的 那這件壓折的裙褲呢 我們你們在穿的時候 它可以轉的 我剛剛在上面展示有點出爐 但是你們在穿的時候 客人可以做這樣子的轉 你看像我們這樣子轉的時候 它會呈現這樣子的線條 那可能客人會說 啊 這樣子不順啊 不是不順 其實我們在故意把它剪接成 這種像雕塑一樣的立體感的線條 所以你們要跟客人解釋 你看我們的壓折 整個展現出來是這樣子 是這樣寬的 這麼寬的寬度 那這件可以穿出非常特別 縱使不要穿像我這樣子高調 它可以上面搭我們今年針織 然後這邊可能剪接蕾絲的那個上衣 搭一件搭一條長的長的這個珍珠項鍊 它就是會是一個很典雅的一個穿著方式 所以不同的穿著方式可以呈現不同的風格 好 謝謝 那我再介紹下面這一件 這一件呢 我們是14針蓋帽子的珍珠 它是一個30%的這個羊毛 身上是Double Knit 彩條的珍珠 袖子跟帽子呢 都是鏤空的織紋 那配色非常的豐富 充滿了正面的活力 那我們搭配了一條Bling Bling的這個運動褲 那可以穿出非常這個女孩子的天真活力 我相信女人到了60歲 都還是想要保持那種女孩子的天真的心 還有外表 像這個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搭配的組合方式了 那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是設計非常的豐富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我們今天衣服是展示到這邊 但是跟著呢 我們下面要展示我們今年拍攝的 這個動態的image的拍攝效果 那我在PowerPoint中有提到 我們這次拍攝的 是宙敏提出來的這個FourFound的idea 所以用了許多好玩的這個元素 像是一二三木頭人還有周梨藏 那拍攝的過程呢 充滿了樂趣 充滿了正面的能量 整個畫面的編排呢 也是由仲敏負責的 那它這個出來的效果呢 非常的讓我驚豔 也很具有這個國際觀樂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 一二三 開始 1 2 3 1 2 3 1 2 3 1 3 3 1 3 3 2 4 1 3 3 2 4 2 4 2 4 1 4